中美科技实力谁更强 相信就连三岁的小孩子都会毫无犹豫地选择美国 然而澳洲智库却给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 8月30日 澳洲智库在对外公开的报告里 一共公布了64项现如今科技领域最顶尖的技术 其中人才云集的美国才仅仅获得了7项专利 而一项不被看好的中国却给出了令人吃惊的成绩 那么中国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呢 据澳洲智库的统计表明 在2003年到2007年的4年之间 美国拥有60项世界第一的科研专利 相比较同期的中国却只有可怜巴巴的三项 仅仅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要知道在科学界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赢家通吃 当新的科研成果确定之后 一旦它被应用在高科技生产领域 那么丰厚的利润瞬间就会把其他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 同时资本又会对这些利润进行重新分配 把它们投入到金融领域和科研领域 让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实现翻盘 凭借着这种手段 美国牢牢独霸世界数十年 其他国家尽管心有不甘 也只能紧紧地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 谁承想时间不过刚刚过去了十几年 世界的形势竟然发生了彻底的翻转 中国是人口大国 且拥有辽阔的疆域 但科研领域的专利却根本无从谈起 且不说两国之间在很久以前 就存在着长达数十年的差距 仅仅是每年科技人才的流失 就足以让中国感到绝望 为了缩小两国的差距 我国在各种优惠措施的引导下 大力引进外资 以合作和合资的方式来提高自身的科技实力 尽管从短期内 这种方式无法让中国获得最大利益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国互动的加深 中国就是也建立起一套与之配套的教育 科研 管理体系 其中以华为中心为代表的通讯公司 以比亚迪长城为代表的汽车工业等 都在不断地对美国发出挑战 他们以价廉至优的产品和服务 从美国手中分得一杯羹 更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 积极地探索和拓展 从美国等国外企业围堵的夹缝中 逐渐壮大 人们能够很清晰地感觉到 发生在生活周边的变化 在2008年 全国3G手机的保有量不过1.18亿 人们对移动支付尚无明确概念 在电商互联网方面的认知也稍有不足 可是到了2024年 几乎每一个中国人 都知道拿着手机在网上购物和刷视频 无独有偶 2008年 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候 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 也不过是1.6亿多吨 可是到了今天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四家车 这些车不仅国有化的程度更高 而且使用新能源的比例 甚至超过了传统的油车 这不光体现了最近十年里中国的变化 更揭露了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中国科研工作者夜以继日的疯狂赶超 那么如今的中国到底赶到了哪一步呢 根据澳洲智库最近的统计结果显示 美国在传统的科技领域延伸 依然有着其他国家难以望其向背的优势 他们在生物科技 基因技术 疫苗和量子计算上的造诣 至今依然保持着第一 他们利用专利的垄断 毫不客气地收割着全球其他国家 摇取利益池最上层的一层油 可是在专利的数量上 他们却被东方的后起之袖 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这实在是令华夏儿女扬眉吐气的一件伪业 不过说起来 这还是美国大力帮助产生的结果 苏联解体后 美国就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 尽管双方存在着多个领域的合作 但为了防止中国的崛起 美国不断地修订法案 设置障碍来阻挠发展 生怕中国有朝一日会超越它 银河号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但有骨气的中国人 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也要开发出属于自己的定位系统 北斗定位系统 当人们不断地从新闻中看到 老升空的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的时候 很少有人关注到自己手机中的变化 人们只感到手机导航越来越准了 通讯信号越来越强了 殊不知这背后确实 我国在卫星、雷达方面的飞跃发展 根据澳洲智库的报告显示 我国在2019年到2023年的评比期间 一共取得了64项科研结果的57项第一 不仅远远超过了美国 而且还是在无人机、航空航天、地理定位 新能源、超音速动力等国家战略领域的领先 根据权威性的莱顿大学排名和自然指数 中国分别有6所和7所学术机构的论文产量 陆列全球十大 上海交大、浙大、北大和建桥、哈佛、苏黎市联邦理工学院的水平 旗鼓相当 对此 牛津大学的高等教育教授马金森就惊叹 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 清华赫然以跃升为全球第一工程技术大学 连一向很繁华的经济学人都大篇幅叙述中国的科研成果 提醒西方 说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与锂电池已不只是便宜 更代表了最先进的科技 他们发现中国技术赶上了 我们现在一和美国人比较技术 大家通常会发现操作系统、工业软件、大飞机、芯片、芯片设备 医疗设备都是美国人领先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基本上都是上世纪的发明了 这个世纪领先的主流技术 比如LNG运输船 美国没有 锂电池和光伏电池技术 美国全面落后 2024年上半年 以动力电池龙头 宁德时代为代表的中国动力电池制造商 共占据了全球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 路透社认为 美欧要想减少对中国电池的依赖 就需要寻找替代品 正如美国和欧盟扩大市场份额的韩国LG、SK和三星SDI等公司 是可以选择的对象 但他们的技术实力却落后于中国大型电池企业 报道局里 迄今为止 上述韩国公司均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磷酸铁锂电池的能力 在锂电池领域中 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的技术相互交锋了十几年 长期以来 韩国主攻的三元锂技术 依托着更高的能量密度 一直是电池产业的主流 然而近年来 在中国企业的主导下 磷酸铁锂电池的经济性 高安全和长循环等优势 愈发明显 显现出强劲的反扑势头 电动车技术 美国除了一个被中国打得节节败退的特斯拉 其他公司不值一提 5G技术 美国电信设备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他们现在搞什么联盟来竞争 基本上已经失败 在无人机方面 一个震撼的事实摆在眼前 中国造了全球75%的无人机零配件 美国民用无人机实在跟不上中国技术 所以在美国国会通过的 《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 取消了对中国无人机的禁令 不过中国显然也不买账 马上三个部门联手宣布 优化无人机出口管制措施 将在9月1日起实施新规 中国这次对无人机的管控措施更为严格了 主要是面对那些可能被用于战场的无人机 由于国内无人机技术发展太快了 比如相控阵雷达 合成孔径雷达 红外成像 红外追踪 激光直引等技术都有现成解决方案 而且都已经用到无人机上了 这些技术国内看起来没什么 毕竟自家的军用技术比这个更先进 但是这些民用技术拿到国外去 比很多国家军用的还先进 这就是为何很抢手的原因 哪怕是互联网技术 马斯克直接说推特要抄袭微信 在AI上 中美可以对垒 美国在芯片和算法领先 但是中国在应用和与工业结合方面 领先美国不少 各种稀土钛金属3D打印加工 超级钢技术 中国已经反超美国 所以从外貌看 越是新兴的技术 中国越占优势 而他们传统产业 却不断受到中国企业的冲击 比如操作系统 芯片 半导体设备 医疗设备 中国企业正在攻击和冲锋 5到10年就完全可以赶上他们 其实 因为前几年美国人卡中国企业脖子 让大家感受中国技术不足 进而全面怀疑中国技术 但是中国最近搞几个金属和稀土出口管制 欧美也难受得要死 背后不是因为资源 而是我们提炼技术领先全球 特别是类似家这种 简直是无解 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报告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